我觉得说这个中共政府啊 就是透过它的整个的这个集权的体系 确实是希望成为中国的公民 成为顺服的像狗一样的这样的生活 那么我觉得说越来越多的这位维权人士 包括像李和平也好 包括像王全璋也好 包括像其他的 现在的在这个戎戴玉中的江天宇一样 他们是不愿意 就是说为了自由去故意的认罪 不愿意就是跪倒在霸王妃的面前 还要去对他们这个磕头 还要感恩 我觉得这个呢 是一个非常这个普世价值的精神